我哥哥全校第一,本来能考试状元 可是高考当天却被抓进了派出所 一个女学生说他在厕所偷拍,报了警 我哥被谩骂,被诋毁,最后一遇自杀 我再去给他收拾遗物的时候 听见那女生跟别人的谈笑声 谁让他不答应跟我交往 我得不到的,就干脆毁了吧 跟他从天台一同坠落后,我重生了 你们听说了没,赫言声割腕自杀了 什么,怎么这么脆弱 大家不过说了他几句而已 女生的谈话声从顶楼天台传来 我抱着哥哥的遗物,僵硬地抬头看过去 只见几个女生正靠在栏杆上 手里夹着烟,吞云吐雾 为首那人我认识,那张脸我死都不会忘 陆柯,当时就是他指着我哥 说他在厕所偷拍 环抱了警害他错过了最后一场考试 我抱着哥哥的书,整个人忍不住颤抖 眼泪一滴又一滴砸了下来 陆柯,你这招真绝了 那和言声之前那么清高 那么多女生跟他表白他理都不理 结果却被你整得这么惨 哈哈,我浑身一震 几乎不可思议地抬头看了过去 陆柯熟练地吐了一口烟 脸上满是得意 谁让他不答应跟我交往 我给他送礼物,送情书 他居然置之不理 还跟我说什么要专注学习 他妈的装什么呀 我得不到的,那就毁掉好了 其余几个女生纷纷附和 就是,你们是没见到 他被警察带走时有多狼狈 哈哈,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好似晴天霹雳 当头一击 又好像被人从头到脚浇了一盆凉水 全身麻木 反应过来后 滔天的怒火瞬间占据了我的全部理智 我一把推开天台的铁门 巨大的声响让他们七七看了过来 陆柯下意识地藏起了手中的烟 看清是我 他翻了个白眼 按骂道 怎么是这个贱人 哥哥被带到警察局后 虽然最后因为证据不足被放了出来 可还是有太多不明真相的人去辱骂他 他们把哥哥说成一个不知羞耻 没有教养的变态 我无数次找到陆柯想让他出面成亲 可他却一直躲着我 一直到今天 我看着他 只想去撕烂他的脸 我想把他从这楼上推下去 我想让他去给我哥哥陪葬 这么想 我也是这么做的 我冲上去 直接把陆柯扑倒在地上 他惊叫了一声 贺琴你他妈疯了吗 我一下又一下地打在他脸上 你害死了我哥 是你害死了我哥 陆柯脸上闪过一丝慌乱 他连忙指挥着另外几个女生把我拉开 他疯了 快把他拉开 我被几个女生按着动弹不得 陆柯从地上站了起来 他抹了把嘴角的血 神色阴沉 冲上来抓起我的头发 一巴掌打在我的脸上 你哥他活该 我陆柯从小到大 要风得风要雨得雨 他赫言深凭什么拒绝我 他是典型的富二代 从小到大他父母 会用钱给他摆平一切 就连把我哥害到这个地步 他也只是掉几滴眼泪 然后说自己看错了 随随便便道歉便过去了 可我哥呢 谁来救救他 谁来给他主持公道 我至今都记得 他那天清晨出发去考试的时候 有多一气风发 我死死地抬头瞪着陆柯 他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扯了扯嘴角 怎么 想替你哥报仇 那你可能没这个机会了 明天我的转学手续就下来了 我呀 要去首都读书了 他嘴角的笑刺痛了我的眼睛 我用尽全身力气 挣脱了几人的束缚 在陆柯惊恐的目光中 直直朝他冲了过去 我的身影在他的瞳孔里不断放大 砰 老旧栏杆发出的巨大声响 让所有人心头一震 我抱着陆柯 在他耳边轻声道 去首都读书 你可能没这个机会了 先去地狱赎罪吧 看我哥原不原谅你 栏杆彻底断裂 在旁人的惊呼声中 我跟陆柯琪琪 从天台坠了下去 狂风在耳边呼啸 这短暂的一声 如同走马灯一样 快速在我脑海里闪过 最后的最后 我仿佛又看见了哥哥 他就站在那 穿着洁白的衬衫 一就是我记忆 那个清爽帅气的大男孩 都几点了 你这闹钟都想了三次了 有人轻轻拍了拍我的脸 小琴 醒醒 我慢慢睁开眼 眼前模糊的身影 渐渐变得清晰 眼里的泪水 瞬间便涌了出来 我翻身做起 一把搂住了他的脖子 哥 你是来接我了吗 面前的少年顿了顿 伸手拍了拍我的背 怎么了 做噩梦了 感受着他身上传来的温热 我的思绪渐渐回笼 这才注意到 四周的景象无比熟悉 我压制住心头的怪异 试探地喊了一声 哥 他耐心性子拍着我 行了 快起来吧 你不是说要送我去考试吗 时间差不多了 再磨蹭下去就该迟到了 他站起来 给我拉开了窗帘 我呆呆地看着他 一个匪夷所思的念头 在我心头升起 我好像重生了 这巨大的冲击 让我频频走神 连刷牙的时候 都差点错拿了哥哥的牙刷 哥哥靠在浴室门口 有些担心地看着我 你今天看起来状态不太好 是不是昨晚没睡好 我一边刷牙一边摇头 他拍了拍我的头 要不你在家等我吧 我考完试回来 带你出去玩 我立马到 不用 我要送你去考试 我们父母在五年前 出车祸去世了 哥哥比我大两岁 从此就又当爹 又当妈又当哥的 带着我一起上学 对我来说 哥哥就是我的全部 所以上辈子他割腕自杀后 我才会那般决绝地 跟陆柯同归于尽 既然老天垂青 给了我重来一次的机会 那我一定要改变这结局 我的哥哥就该前途光明 跟着哥哥去考场的路上 他伸手要去拿水杯 我一把夺下了他的水 哥哥 你还是少喝点水吧 到时候考试的时候 万一尿急了怎么办 哥哥愣了一下 立马笑了 你还真会操心 在我目光灼灼地注视下 他只聊聊喝了一口 就放下了水杯 但我知道 阻止哥哥去厕所 这根本不管什么用 只要陆柯还在 只要他还想报复哥哥 他就会想出其他的方法 我得阻止他 今天是高考的最后一天 无论如何 今天我一定要让哥哥顺利考玩 在考场门口等了一会儿 眼看着考生越来越多 我也逐渐变得焦躁起来 四处张望着 怎么办 我到底该怎么办 哥哥转头跟我说话 说着说着突然一顿 眉头微皱 我下意识朝他的视线看过去 是陆柯 他站在不远处 看见我们后 意味不明地勾了勾嘴角 哥 他 哥哥似乎并不想谈论他 别理他 一个疯子 陆柯等了没多久 就有几个女生过来了 他们边说话 边掏烟往一旁的巷子走 我的视线跟随着他们的背影 往那边转移 但我很快发现 盯着陆柯的并不只有我一个人 路边梧桐树下蹲着一个男人 他戴着棒球帽 穿着黑色背心 小麦色的肌肉裸露在外面 显得很有力量感 也许是感觉到了我的视线 他抬头看了过来 我几乎立刻便一开了眼 心脏开始狂跳 他是谁 陆柯的保镖 还是他陷害哥哥时的同伙 我扯了下哥哥的衣服 哥 那边树下蹲着的那人 你认识吗 哥哥扭头看了一眼 不认识 怎么了 我故作镇定的摇了摇头 没事 眼看着陆柯的身影消失在巷口 我朝哥哥笑了笑 哥 我想去买根冰棍吃 哥哥没多想 旁边有个超市 你去吧 我点了点头 然后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 哥 高考加油 我没去超市 我拐去了一旁的小巷子 陆柯正靠在墙上吞云吐雾 看见我他愣了一下 赫颜深的妹妹 我看着他 几秒后咧开嘴笑了笑 姐姐 我哥哥让我来跟你说几句话 陆柯狐疑的看着我 什么话 我看看旁边那几人 有些犹豫 我哥让我跟你一个人说 陆柯吐了口烟 想了想后 抬着下巴 去那说 站在巷尾 我低头看着手中的手机 快了 就快进考场了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见我久久不说话 陆柯没了耐心 你他妈说不说 叮铃铃 就在这时 不远处的考场打了进场铃声 那边门口突然骚动起来 我的手机也收到了哥哥短信 没等到你回来 我先进考场了 晚上带你去吃好吃的 陆柯自然也听见了那铃声 他有些烦躁的把烟扔在地上 然后瞪了我一眼 浪费我时间 说吧 他转身便要走 我伸手拽住了他的胳膊 他毫不犹豫地转身 往我头上甩了一巴掌 你哥敢跟我白脸色 连你也敢过来消遣我 啊 你觉得你哥肯定能考上重点大学 从此就飞黄腾达了 你想得美 你就好好看看 你哥是怎么被我踩进你里 永远翻不了身的吧 能不能考好 反正他爸爸是大老板 家里有钱 他在乎的只是报复我哥 为了他那可笑至极的面子 我又想起了上一世哥哥的结局 想起了他躺在结白床单上 身下却是一片血色 我被打得偏了头 可抬头看向陆柯时 却不可抑制地撇开了嘴角 高考 你也配 陆柯被我激怒了 一把抓住了我的头发 你说什么 余光贴见像伪金过两个大妈 我脸上笑意更浓了 伸手把陆柯抓住我头发的手 死死按着 然后发出一声尖利的惨叫 两个大妈的注意力 瞬间被吸引过来 陆柯吓了一跳 下意识要缩回手 可却抽动不了半分 我的声音极小 陆柯 我说过 你这种人不配高考 说吧 我整个人朝面前的那堵墙 狠狠撞去 脑袋一声嗡鸣 然后我便重重摔在地上 温热的鲜血瞬间流了下来 我意识有些模糊 可按着陆柯的手 却没松动分好 这样的姿势在外人看来 就是陆柯抓着我的头发 把我往墙上撞 哎呀 这是怎么回事 你这小丫头 吓手咋这么狠啊 两个大妈被我的样子吓了一跳 立马就跑了过来 陆柯有些慌了 骂道 她自己往墙上撞的 关我什么事 说吧 她把腿就要跑 我撑了最后一丝力气 抱住了她的腿 陆柯气急败坏地踹着我 两个大妈很快反应过来 直接把她拉开了 你这小丫头 心肠怎么这么恶毒 大妈们的力气一向很大 嗓门也很洪亮 在她们的嚷嚷声里 跑过来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 眼看着陆柯被人团团围住 她那几个小姐妹 早就跑没影了 有人给我叫了救护车 也有人报了警 你他妈放开我 你知道我爸是谁吗 我要去考试了 你给我放开 陆柯的叫骂声 和群众的嘈杂声夹杂在一起 我筋疲力尽地躺在地上 脑袋一片昏尘 头顶的蓝天那么蓝 太阳热烈地刺眼 我想 哥哥应该已经坐在考场上了 我不聪明 也不厉害 我想不到什么更好的办法 能让他顺利完成这场考试 唯一能想到的 只有把陆柯彻底拦在考场外面 转头去看一身狼狈的陆柯 我这才算是彻底松了一口气 余光扫过巷口 我看到了之前蹲在树下的男人 他静静地看着这边 神情复杂 我来不及思考更多 便被人手忙脚乱架了起来 送到了救护车上 我被人送到了医院 而陆柯则被带上了警车 哥哥考完试赶到医院的时候 我已经包扎好了脑袋 安安静静地坐在病床上 小情 你怎么样 哥哥的头上都是汗 被浸湿的碎发贴在额头 满脸焦急 我摇了摇头 哥 我没事 医生说是轻微脑震荡 休息几天就好了 哥哥不敢碰我 只围着我来来回回 转了好几圈后 才松了一口气 他的脸色很不好 是陆柯干的 我去找他算账 哥 我一把拽住了他的衣服 你等等 哥哥有些不解地转头看着我 我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缓缓道 哥 我想跟你说个事 上一辈子发生的事情 说到最后 我的眼睛红了 抬头看向哥哥 所以哥哥 这辈子 我想保护你 哥哥震惊地站在原地 静静地听我说完之后 他把腿就往外跑 一声 我妹妹脑子撞坏了 你快来看看 我跟哥哥解释了好久 他才终于肯相信我 回家的路上 我们沉默着 谁也没说话 路过蛋糕店的时候 他喊住了我 小情 想不想吃蛋糕 庆祝我高考顺利 庆祝我们都有了全新的未来 我睁愣地看着他 笑着点头 想吃 听说路科在警局 待了没多久 就被他爸带了出来 他被他爸关在家里 说是在养病 哥哥说 路家的公司快上市了 路科他爸 只是不想在这个时候 让路科惹麻烦 给他家公司 造成什么负面影响 但一旦这个风头过去 无论是路科还是他爸 都可能会对我实施报复 他的话我自然明白 我跟哥哥上的是 同一个高中 比他小两届 他高考完之后 就开始找一些家教兼职 到了点就来校门口 等我放学 他怕我在放学路上 被人堵了 好在一切相安无事 到这样的瓶颈 也只是表面上的 我们心知肚明 六月底的时候 哥哥的高考成绩出来了 那天我守在电脑前 看着比他还紧张 我一眨不眨地看着屏幕 看着分数 查询界面跳出来的时候 只觉得心脏都要停止了 718 我兴奋地跳了起来 扶着哥哥的肩膀 使劲摇晃 哥 你太牛了 哥哥被我晃得脑袋发晕 可脸上还是藏不住的笑意 知道了 没了路科捣乱 哥哥高考期间稳定发挥 这个分数 也跟他平时参加 多校联考的分数差不多 没过多久 老师和亲戚的电话 就全一股脑地打了进来 哥哥进了房间打电话 我转头 看着电脑界面的分数 忍不住眼眶发热 上一世去替哥哥 收拾遗物的时候 我看到了 他在笔记本上 密密麻麻写满了A大 那是国内最顶尖的学府 哥哥这辈子 总算能得偿所愿了 我很快也放暑假 哥哥安慰我说 路科大概率会对家里安排着 去首都读艺术类院校 可我还是不放心 一颗心弦在半空 不上不下 暑假期间 我路过了街边的一家拳击馆 看着墙上贴着的招募暑器弓 我毫不犹豫地走了进去 前台呢坐着一个男人 脸上盖了一本书 正躺在躺椅上睡觉 我小心翼翼开口 你好 这边是招暑假弓吗 男人的声音从书底传来 多大了 我 十六 不招同工 我有些着急 我不用拱钱的 你就让我每天在这看着他们练拳就行了 男人没说话 只伸手把脸上书拿了下来 随即抬头看了过来 我几乎立刻就认出了他 那天梧桐树下蹲着的男人 惊呼出声 是你 男人挑了下眉 怎么 认识我 我愣了一下 然后摇头 不认识 他从躺椅上站了起来 走到我跟前 一米八几的身高 很有压迫感 我下意识后退了一步 他却静止从我旁边走过 什么时候能上班 我有些没反应过来 啊 几秒后 我连连点头 明天 啊 不 我现在就能上班 男人叫肖野 是这家拳馆的老板 他把我留了下来 每天就让我负责打扫场内卫生 然后给那些练拳的人送水 人少的时候 他会让我戴上拳套 教我打拳 肖野经常在我练拳的时候 看着我发呆 虽然他说那天在考场门口碰见 只是偶然 但我还是觉得他这人有点奇怪 暑假的日子过得格外快 哥哥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 是个艳阳天 我接过他的录取通知书 看到上面的字样时 嘴角的笑容凝固了 H大 我猛地抬头看向他 你不是想去A大吗 哥哥揉了揉我的头 H大也挺好的呀 离家还近 以后你想我了 打个电话我就能回来 这么一想 他比A大好多了 他说得云淡风轻 可我却知道他心里一定是难过的 明明那么高的分数 他可以去上他梦寐以求的大学 明明梦想触手可及 说到底 他还是不放心我 接下来为数不多的假期里 我更加努力地学习 拼命地练拳 我得尽快获得自保的能力 新学期开学第一天 我就在学校厕所被堵了 传闻里已经去首都读艺术的陆科 并没有走 他站在我面前 浑身的气压都很低 贺琴 你给我使了那么大一个绊子 还妄想着能全身而退 贺言生成了是状元 你是不是很得意 我现在确实整不了他了 可你不还在这吗 在复读一年 对我来说根本不是要紧事 可是贺琴 这一年里你就别想好好过了 他的身边跟着好几个小跟班 听了他的话 其中一个高壮女生立马就要来抓我 我转头就跑 萧也跟我说过 人贵有自知之明 在打不过对方的情况下 逃跑才是上上之选 有跑得快的女生追上了我 他一把抓住了我的头发 我顺势后退 猛地撞在了他身上 女生吓了一跳 下意识松开手去扶着旁边的墙壁 稳住身形 我趁机快速跑下楼梯 陆科没再追上来 他趴在栏杆上 静静地看着狼狈逃跑的我 于他而言 我就像是被猫钉上的老鼠 回家后 哥哥给我打个电话 他不知道从哪听说了陆科复读的消息 逮着我问了好久 我故作轻松地跟他聊了好久 才总算让他放下心来 挂断电话后 我仰头倒在床上 看着头顶的天花板 头脑却愈发清明 今天这事仅仅是个开始 第二天是开学考 我提前15分钟到达了考场 我的座位是被安排在窗边的 咚咚咚 身旁的窗户突然就敲响 我转头看过去 陆科就站在外面 跟我隔着一面玻璃 他吃着棒棒糖 朝我吐了吐舌头 然后领着一群小跟班散步似的走了 我收回了视线 监考老师很快就来了 他维持了一下考场纪律 然后等铃声一响 便开始分发试卷 我摒弃心中杂念 细心审题作答 考试进行到一半的时候 坐在我身后的女生 突然站了起来 老师 他作弊 我扭头看去 他的手正不偏不倚地指着我 监考老师是个微胖的男老师 他文言便走下了讲台 朝着这边过来了 怎么回事 那女生义愤填膺 贺琴作弊 我亲眼看着他偷看小超了 我皱眉 我没作弊 监考老师转头看向我 眼神里已经带着不信任于鄙夷 他弯腰看了看我的桌度 那里面空荡荡的一览无遗 他又问那女生 那你看见他把小超藏在哪了吗 女生一脸得意 当然看见了 他把小超贴在桌子底下 老师 贺琴的这种无耻行为 已经扰乱了考场秩序 请你一定要秉公处理 男老师闻言 甚至问都没问 直接一下子把我从椅子上拽了起来 然后弯腰在桌子底下摸索着 我沉着脸站在一旁 看着女生脸上的笑容越来越渗 老师上上下下摸了好一会儿 最后转头看向那女生 小超藏在哪呢 女生的脸色瞬间就变了 没找到 怎么可能 小超明明就藏在他桌底 你这么笃定 我反问 难不成这小超是你故意藏的 女生立刻反驳 不是我藏的 老师 你搜他身上 他身上肯定有小超 我直直对上他 行了 搜啊 要是没搜到 你就要当着全校人的面给我道歉 行了 老师的脸色也不好看了 指着我跟那女生吼道 你看你们像什么样子 不想考 就都给我滚出去 我坐在椅子上 我想考 女生 他沉默着坐了下来 老师走上讲台 继续考试 考完最后一门试 我背着书包就走 可还是在校门口遇到麻烦了 小妹妹 借点钱哗哗 小妹妹 你这么快就出来了呀 看来考得不错嘛 两个染着黄毛的男人拦住了我的去路 几乎不用想 我都知道他俩是谁找来的 在考试中污蔑我不成 陆柯便开始让人在校外赌我 他还真是坚持不懈 我没多犹豫 直接一书包砸了过去 高中生的书包重量堪比砖头 他俩被砸懵了 踉枪好几步 等回过神时 我已经跑开了两米的距离 妈的 给我追 他们拔腿便追 我的耐力和速度终究比不过他们 在一个巷口 被他们再次堵住了 其中一人直接往我头上打了一巴掌 小贱人 你在跑啊 我的头被打偏了点 疼痛过后 愤怒只冲上我的脑袋 我猛地抬手 一拳揍在了他的脸上 四周寂静极了 那两人短暂地震惊过后 便恼羞成怒 要来抓我 哎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细血的声音从一旁传来 对于勾拳 摆拳 右手拳的打击距离 要控制得短一些 但次拳要打击得尽量远些 我们动作一顿 齐齐往深渊处看去 萧野靠在墙边看着我 然后把外套一脱 直接甩在了我头上 师父给你好好示范一下 他速度极快地 朝那两黄毛冲了过来 几秒钟后 惨叫声响起 萧野用半个小时解决了战斗 他从我手里接过外套 随意搭在肩上 走吧 送你回家 我跟在他后面 只觉得悬了一天的心 终于能放下来了 多谢你提醒 今天我去考场的第一件事 就是检查了桌椅 果然被他们动了手脚 萧野吃笑 在这萧野没回头 随口道 猜想到他们可能会让人来赌你 特意来给你解围的 我看着他的背影 我心头又升起了那股怪异的念头 萧野好像总是这么淡定 他好像有未卜先知的能力 他把我送到居民楼楼下 我正要上楼的时候 他喊住了我 贺琴 你对我 难道就没有什么好奇的事吗 萧野蹲在居民楼前的花坛上 抽了一根烟 然后才转头看向我 问出的话差点让我心脏骤停 他问我 你是重生的吧 我震惊地看着他 那一瞬间脑子里一片空白 什么都想不出来 萧野被我这副模样逗笑了 把你嘴巴合上 你以为还真就你一个重生了呀 我回过神来 惊诧至极 你也是 虽然不可思议 可这么一来 他以前的种种怪异之处又都有了解释 萧野说 你听说过萧薇吗 我点头 上一届的校花 长得很漂亮 但他前年就转去了其他的学校啊 萧野 那是我妹妹 亲妹妹 上一辈子 他没有转学 他在这所学校里遭受到了校园霸凌 霸凌者把他堵在厕所欺负他 把小超塞到他桌子底下 污蔑他考试作弊 还让人在校外堵他 萧薇很懂事 这些事 他从来不跟我说 因为他觉得我那时候正在创业 一天到晚忙的都快那边了 可他不知道 我宁愿他不要这么懂事 我静静地听着他说话 没出声 后来 他得了抑郁症 住在疗养院里 开始自残 开始变得不像他了 我问他 这些都是陆科干的 萧野拿出一根烟 刚要点燃 我眼几手快地拦住了他 我从口袋里 摸出一根棒棒糖 尝上这个 萧野抬头看向我 扯了扯嘴角 伸手接了过去 不是他还能是谁 据说是他当时的男朋友 多看我妹几眼 他就发了疯的开始报复 我妹妹住进疗养院后 我用全部精力去陪他 创业自然然也黄了 后来 我就听说了你们的事 我 我们的事 没错 萧野看着我 你哥哥被污蔑割腕自杀 和你跟陆科一起坠楼的事 我是在去疗养院的路上 出车祸死的 再次睁眼就重生回到了三年前 我惊讶 这么早 我死亡过后 重生到了一个月前 可萧野静 直接回到了三年前 这种差距是怎么造成的 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这肯定是上天赋予我们的机会 萧野在第一年学期末 在萧薇还没被陆科盯上的时候 就给他办了转学 后来就专注于全管生意 他想起了上一世 惨死的我哥和我 带着同情与唏嘘 他那天去了考场门口 他也希望能有机会 挽救两条年轻的生命 后来看见了你的一系列 不寻常的操作 我便隐隐猜测 你可能跟我一样重生了 萧薇在去年 考上了隔壁省的重点大学 而萧野也把自己的全管经营很好 他们把握住了机会 获得了全新的人生 而我的博弈才刚刚开始 萧野临走的时候问我 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我看着花坛里开的正盛的太阳花 恍惚了一瞬 然后笑了笑 当然是反击了 萧哥 我想请你帮我查个人 屡屡失手的陆科 被我彻底激怒了 他开始在我教室门口读我 开始在课间若无其事地 进入我的班级 然后带着人坐在我旁边 他们也不做什么 毕竟教室里还有监控 但是他们就是要这样 明目张胆地告诉教室的所有人 贺琴是他们正在霸凌的对象 为了明哲保身 班里的同学渐渐疏远了我 这天中午 我再一次被陆科带到了厕所 我抱着头蹲在地上 任由他们对我拳打脚踢 贺琴 你怎么没鼓气了呀 刚开始不是还会反抗吗 现在怎么这么怂 陆科打着我的头 我只顾着闪避 慌乱中 陆科一扯我的背后 书包的拉链被拉开 里面的东西零零碎碎撒了一地 我惊慌失措地去抢落在墙角的 那封粉色的信 可还是被陆科抢了先 他饶有兴致地看着我 怎么 你还有喜欢的人啊 他晃了晃手中的情书 贺琴 你害不害臊 我失态地扑过去 还给我 还给我 我越狼狈 他就越兴奋 陆科让人按着我 自己撕开了那封信 邵天 高一的那个 不喜欢搭理人的怪胎 贺琴 你口味真够独特的 他一边嘲笑我 一边开始大声又夸张地念着那情书 我气疯了 陆科 你凭什么侮辱他 他是这世上最好的人 众人疯狂大笑 随即你一言我一语地开始嘲讽我 到最后 我终于听到我想听的了 有人把脏水倒在了我头上 你不照照镜子 看他自己什么德行 你以为你跟陆科一样 长得好看 家境又好 你有什么资格喜欢别人 弯腰捏着我的脸 没想到你还挺天真的 从那之后 陆科常常把我关进厕所 进行霸凌 但在我一遍又一遍的 明示暗示之下 他开始对高一那个怪胎 产生兴趣 偶然间 我听见了他跟小跟班的谈话 邵天那种人 我分分钟就能把他拿下 我知道 我的计划已经成功了一半 听说陆科开始对一个 高一的心神感兴趣了 这件事在整个学校 都传得沸沸扬扬 原因无他 陆科他太高调了 他会堵着邵天 给他送吃的 送喝的 会直接大胆地表明来意 一如他当时对我哥那样 可邵天却远没有我哥有礼貌 我亲眼看过 他将陆科送他的巧克力 扔进垃圾桶 然后一脸阴郁地让他滚 陆科气急了 然后便在我身上疯狂出气 而我则会火上浇油 陆科你太丢人了 我哥不接受你 连邵天也不接受你 陆科 你可真丢人 陆科尖叫着 踹在我身上 我护着头 心里却是畅快的 他这点力气 跟萧哥拿我练拳时 根本不值一提 在对邵天死缠烂打了一周 却屡遭羞辱之后 陆科终于没了耐心 我要叫他好看 也许是我太过顺从 陆科对于霸凌我这件事 逐渐变得兴致缺缺 他开始把更多的精力 放在邵天身上 那个不苟言笑的英语少年 让他感到好奇 也让他那与生俱来骄傲的自尊心 被一步步打击 邵天出事的时候 是我们期中考试的那天 救护车 他们抬着担架去了考场 把邵天从里面抬了出来 我站在不远处 看着邵天浑身泛红 呼吸急促 陆科站在上面的走廊上 双手搭在栏杆处 神情惬意的 就像是在看风景 他跟他旁边的人说着话 我听不见他们在说什么 但大抵是能猜出来的 谁让他不拿正眼看我的 谁让他不给我面子的 他这样都是活该 我看了一会儿 转身离开了那里 陆科应该想不到 他这次是真的惹错人了 邵天可不是什么 普通人家的孩子 他是当地最大的黑帮老大的私生子 这个消息本来要打探起来非常困难 可幸运的是 老大手下有个打手 经常去宵野的拳馆练拳 跟宵野关系还算不错 有时候会一起喝酒 再一次醉酒后 他不小心说出了这事 邵天是那老大的私生子 更是最后一个儿子 因为那老大在前几年伤了身子 已经不能生育了 所以他对这个儿子更是看重 打算明年就让他认祖归宗的 可谁知 却在他最放心的学校里发生了这种事 邵天的橙汁被陆科悄悄换成了芒果汁 而他对芒果严重过敏 听说送到医院的时候 人已经休克了 这件事发生一天后 有几个身穿黑色西装的男人来到学校 调取了学校里的所有监控录像 不过半个小时 他们就找到了换果汁的那人 巧的是 那人就是之前在考场上指控我作弊的人 他是我的同班同学王小雅 家境普通 是陆科的小跟班 王小雅被人从教室里喊了出来 看到面前的这几个高大男人 下的腿当场就软了 王小雅第二天没来上学 第三天再出现的时候 就像完全换了一个人 他背着名牌包包 打扮得很艳丽 没过多久 陆科便找来了 他毫不犹豫 在王小雅脸上打了一巴掌 见人 你敢出卖我 王小雅勾了勾嘴角 陆科 你都自身难保了 还想着找别人的麻烦 要不是你家有几个臭钱 谁愿意捧着你呀 王小雅一巴掌打了回去 少爷出手扩托狠 比你大方多了 你天天让我给你干那些龌龊事 我早就受够了 两人瞬间扭打在一起 毫无形象可言 我看着自己被撞歪的桌子 默默扶正 几个老师姗姗来迟 拉开了两人 陆科 你爸爸来了 你跟我去办公室 他现在 已经完全没有时间精力来找我麻烦了 听说少天现在仍然躺在重症监护室 昏迷不醒 万一醒不过来 陆科应该要拿命还的 萧也曾问过我 把少天这个普通人设计进去 真的好吗 我只笑笑 没说话 少天可不是个普通人 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心理变态 我曾不止一次 看见过他在学校小树林里 虐待流浪猫 甚至发现我时 他也只是扯开嘴角朝我笑 后来 我喜欢他的是被陆科传出去时 他也来找过我 他掐着我的脖子 在我耳边说话 陆科那种人 我才没有兴趣 但你 我就很有兴趣 他看着我因为缺氧而开始战红的脸 脸上的笑愈发变态 你看看 你现在多像一只猫 弱小 无助 让人想把你纤细的脖梗拧断 可惜 他现在也没有拧断我脖子的机会了 他正躺在重症监护室 连睁开眼睛都困难呢 陆科被他爸爸带回了家 他家就是再有钱 这件事也不是那么容易平息的 毕竟是要家最不缺的 也是钱 陆科大概此时才意识到 自己真的是惹了大事 开始躲在家里 夹着尾巴做人 而我总算 在学校过上了安稳日子 一个月后 哥哥放寒假了 他回来的那天 天气格外好 先前我把我跟陆科的事 都一五一十地跟他交代了 他之前还只能隔着电话骂骂我 几次三番想回来都被我阻止了 眼下他回到家 这嘴就放在我身上 没拿下来过 我从来不知道 我哥哥原来也这么啰嗦 我把饺子放在他面前 阻止了他说话 哥 你要给我找嫂子 哥哥声音一顿 我指着他放在桌子上的手机 已经震动了好一会儿了 上面的来电显示是麻烦精 怎么说呢 透露着一股宠溺 哥哥拿着手机去阳台接了电话 再回来的时候 脸上有些红 你别多想 普通同学而已 对上我探究的目光 他叹了一口气 我现在不会谈恋爱的 你目前高二 再过一年就要高考了 一切等你考上大学 以后再说 我摇了摇头 哥哥 我并不想成为你的负担 我可以照顾好自己 你要是有喜欢的姑娘 那就去追好了 我巴不得 你早点给我带个嫂子回来 哥哥看着我 忍不住敲了敲我的头 你哥我才多大 你把我说的 就跟个老光棍一样 我撇了撇嘴 可不就是老光棍吗 吃完饺子 我敲了敲哥哥的房门 哥 你下午有事吗 我介绍人给你认识 我把萧也介绍给了哥哥认识 他俩倒是一见如故 仅仅一个小时的时间 两人便聊得热火朝天 而在一旁的我反而成了透明人 我耸了耸肩 一个人出去玩了 我在学校很久没有看见陆柯了 听说他上次来学校办了退学 陆家的公司也屡屡出现问题 很难说不是因为他的缘故 邵天还在医院躺着 邵家气坏了 放话说不会放过陆柯 陆家为了保住陆柯 正准备把他送到国外避祸 可是以邵家的势力 追到国外也并不是难事 陆柯的这场货到底能不能避开 还是个未知数 当然这一切的人和事都跟我没有关系了 毕竟我也只是个曾被陆柯霸凌的普通人 没了外部不良因素的打扰 我学习的效率大大提高 我也没再去宵夜的拳管兼职 只全身心投入到了学习里 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 只有学习是最大的出路 高二下学期末 我的成绩排到了年纪前100 到了高三 哥哥便经常在晚上抽空跟我视频 他会帮助我分析错题 传授我学习经验 在他帮助下 高三上学期末 我终于挤进了年纪前50 到了高三下学期 哥哥怕我太焦虑 除了辅导功课之外 还会经常跟我聊天 他会跟我说起他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 说起他那可爱开朗的女朋友 我高考的那天 哥哥特意请假从学校回来 他把我送到考场门口 助我亲爱的妹妹高考顺利 我顺着他的肩膀向后看 肖爷躲在梧桐树的阴影下 跟我两年前第一次遇见他时的情形 一模一样 只不过 那时候高考的是我哥哥 这次是我 肖爷起身走了过来 他抬头拍了拍我的脑袋 贺琴 一路走来不容易 祝你高考顺利 我的分数距离H大的录取分数 还有些距离 最后 我填报了离H大很近的 一所985大学 并被顺利录取 我去上学的那天 哥哥不在 是肖爷去车站送了我 以后不回来了吗 我笑了笑 我跟我哥哥都打算留在H市了 可能逢年过节 会回来看看 毕竟 这里有我们生活了十几年的家 肖爷点点头 那样也好 不管怎样 贺琴 恭喜你 恭喜你有了全新的人生 我过了安检 走进了后车厅 回头看过去 肖爷还站在那里 朝我挥手 我不知道 我那复杂的情绪叫什么 只是心里酸酸的 瑟瑟的 有点难受 我的大学生活 跟哥哥以前跟我描述过的一样美好 每天上完课后 便都是属于自己的自由时间 我交到了很多好朋友 我还参加了很多社团 这个世界比我想象的还要精彩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 我一直没有体会到 哥哥口中甜甜的恋爱 朋友有时候会给我介绍 但我总是莫名其妙的有些抗拒 然后便开始找各种借口 开始婉拒 直到大二那年 我跟室友出去逛街 在买完东西回去的路上 迎面走过来一个熟悉至极的身影 肖爷看见我 愣了好久没感人 我也愣住了 肖哥 他这才惊讶 贺琴 还真是你呀 他说他准备在这边再开了一个全馆 饭桌上的气氛很好 肖爷本身就是个射牛性格 基本不会冷场 跟他告别后回宿舍的路上 室友小江问我 贺琴 你能不能把那个帅哥微信推给我呀 我一愣 肖爷 你要他微信做什么 其他室友纷纷起哄 还看不出来吗 小江明显看上人家了呀 小江是个落落大方的姑娘 他笑道 他长得帅 会说话 还自己创业 妥妥幼稚男啊 我微张了张嘴 半天没说出来话 最后那联系方式 我还是没有给 因为我自己也有私心 我时常会在梦里梦见肖爷 梦见他站在梧桐树下看着我 梦到他替我打架 梦到他手把手教我练拳 原来 我并非不会心动 只是这心动太早 早到我自己都没有察觉 我喜欢肖爷 这是我心中最不可言说的秘密 但今天小江的话 让我有些明白的 有些东西 是要靠自己争取的 我给哥哥打去电话的时候 他还在忙工作 哥 我跟你说的是 哥哥的声音一如既往的温润 什么事 我顿了顿 轻声道 我喜欢上一个人 哥哥沉默了几秒 然后就笑了 行啊 贺琴 终于开窍了 快快快 跟我说说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想了想 他比我发六岁 哥哥 还行 年龄差可以接受 我 他性格很好 很善谈 哥哥 不错 我 他自己创业 有自己的事业 哥哥 挺好 哥哥支持你 我松了一口气 最后问道 那你能帮我打听一下 肖爷哥现在有没有女朋友吗 哥哥 肖爷 打听他干嘛 你不是 说到这 他猛的噤声 对面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一分钟后 我听到了哥哥的怒吼 肖爷他还真去追你了 那小子我就知道 他看你的表情很不对劲 上次跟他喝酒 他就说漏了嘴 没想到啊 他贼单挺大 肖琴 这是你别管 哥哥去跟他决一死战 嘟嘟嘟 电话里传来盲音 我看着被挂断的电话 陷入了沉思 三天后 我收到了肖爷发来的短信 贺琴同学 方便出来聊聊吗 关于你哥哥昨天半夜来我家 把我揍了一顿的事 很适合你 就想买来送给你 我有些紧张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倒是肖爷无比坦然 你别紧张 又不是约会 只是见面聊聊而已 有什么事 等你同意再说 我彻底懵圈了 同意什么 肖爷侧头看着我 眼神里有着说不出的认真 同意 让我追你 我该死 更紧张了 全文完感谢观看